你这意思是,你是一神殿店主? 且不说,一神殿店主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更换了新店主 就是那位下落不明的老店主,也是三百多岁的老头子了 你个矛头小子,在这糊弄鬼呢? 周一啊,装逼装漏了吧,您知道在场都是什么人吗? 还敢在这冒充一神殿店主?真有你的 小子,你可知冒充一神殿店主是什么罪行吗? 多说无意,手底下见真章吧 那就开始吧 本次医术对决,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将从报名的上百位疑难杂症患者随机抽取病人 交由两位免费治疗,谁能治好便算谁赢 求医生大人开恩啊,救救我老婆吧 你啊?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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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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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水面红,倦怠乏力,看来是费精淤己 苦征 痰祸 流肿 心情 心神不交 真水回流所致 手足不温 热肿寒清 肉伤多脉不全 这明明是肝火内动 中风下陷 任脉缺位所致 这就是中医 这个周医 比我想象的还有深藏不漏 败血充满名门火衰 原来这病藏在胃里 藏得还挺深的 好了 我诊断完毕 那我就要看看 你能写出什么样的诊断来 不用说都知道 肯定是医生赢了 真以为上台随便比划几下 就能看出病了呢 也就是耍耍杂技 哄哄小孩还行 裁判 赶紧判吧 我还等着接收 秦家所有的家产呢 早说周医那小子 不是鬼谷子的对手 你还不信我 现在满意了 以后云城 我们的容身之地 都没有了 你还不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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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信我